小交车打方向灯 从大马路往右转 开起来不是很流畅 再往前开一点 突然碰一声下楼梯 当场卡住 从另一个角度看更惊悚 红色交车瞬间冲下好几层楼梯 车主赶紧下车查看 没想到车子又往前滑 撞上铁卷门 回到事发现场 阶梯地砖已经破裂 拉起了封锁线 意外现场就在东岸广场 现场已经摆起了交通追警室 27号早上7点多 70岁的理性驾驶 开着小客车 竟然直接穿越人行道 雾场楼梯 差一点就直冲商场 把停车场入口标示 拿来比一比 标示相当清楚 还有剩余的车位显示 至于雾场地方 只有东岸停车场的logo 而两个地方位置 就距离不到50公尺 驾驶只要再转一个弯道 就能找到停车场入口 27日上午70时 有外地游客来基隆游玩 因不熟悉路况 见地面有右转标志 误以为停车场入口 便直接驶入商场内 索性未造成任何伤亡 警方呼吁用路人 春节期间外出旅游 应注意行车安全 人生地不熟 加上大清早 没清醒 意外就发生了 驾驶闯祸之后 自己找人把车拖起来 提醒要到基隆游玩的游客 下次找东岸停车场 记得先找大门口标示 还有车位的显示 以免再搞乌龙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道